花莲举办的第一届拔萝卜节活动 4号上午在寿风香农会风里分布举办 吸引了上千位的大小朋友前来参与 家长表示从报名之后 孩子就兴奋期待到田里来拔萝卜 而这项体验活动 目的是要帮助萝卜产业在花莲来推广 未来花莲渴望弃作50公顷的胡萝卜 并且进军国际市场 寿风香农会与VDS活力东市公司 订定契约合作 引进日本北海道品种 邀请十二位农友率先种植胡萝卜 举办花莲第一届胡萝卜节 吸引上千的民众参与 许多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 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许多小孩早已迫不及待 开始用手挖土拔出属于自己的胡萝卜 哇好大颗哦红色的诶 你给叔叔看一下 你拔那么大颗的诶 VDS活力东市公司总经理王文欣表示 实际到花莲受风采土 发现这里的土壤天气非常适合种植 但最重要的就是 花莲不用抽地下水灌溉 都是来自齐来山洁净的活水 是天然安全又永续的耕作模式 一个种植环境啊 或是一个土壤的部分 最主要的我是看中它 是不抽地下水的部分 这个在永续的部分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地地 所以也首度地把胡萝卜到东部 把受风釉来种 虽然今年有一些大雨的影响 种出来有品质有稍微比较不好 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天然安全的一个农作物 胡萝卜的部分我觉得也都符合了日本 外销日本的一个药检规格 收蒙香农会总干事黄崎祥表示 感谢花莲先政府以及农粮署 东区分署等单位的协助 希望未来能够持续与农民契作 让胡萝卜产业生产更大的产量 提高市场的占有率 那我们是等于是如果说散胡萝卜的产季的话 我们是第一个产季 是全台湾省最早的这个胡萝卜 输产的地方 也谢谢我们这个活力东市的这个团队 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器座示众的期间 相当的辛苦跟辛劳 VDS活力东市公司总经理指出 今年器座面积约16公顷 未来会持续种植 目标是扩大器座面积达50公顷 将在大连锁通路贩售生鲜与加工产品 并期望能够进军日本视察 记者凌桀 收封箱财宝报道